哈喽大家好我是兔里 那么本期视频呢就来给大家应大家要求 因为已经有太多小伙伴给我私信了 而你们想看的就是我想拍的内容 但是呢因为这期事出突然 我拍的特别着急 像我昨天晚上就是做这些攻略 做到了凌晨四点 然后我今天晚上就赶着拍出来 争取名片就能给大家传上去 就会在24号之前看到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首先呢 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本次年货节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淘宝的活动 越来越让大家云里雾里了 完全一脸懵逼 就是因为它规则太多了 满多少减多少了 然后又是什么叠加什么圈了 又抢什么东西了 又什么卡了 又红包了 就完全一脸懵逼 所以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年货节 它的活动时间呢 是从1月24号的零点开始 到1月28号的23点59分59秒 然后呢 大家要注意标识 什么是参加年货节的标志呢 就是会有标年货节三个字 一个红框框里面是年货节三个字 这才是参加年货节的 其他东西 它不一定有年货节的活动 很多可能就是普通的价格 就没有必要 应该这个时候去抢它 然后第三 关于购物津贴 它是满一定金额可以减 大部分呢 我看是满300减40 这个购物津贴呢 是每天你可以在平台上免费领取一次 剩下的呢 就是积分抽 它一般呢 是10积分抽 一般就是换10块钱的购物津贴 然后 50积分呢 它是随机帮你抽 60到90块钱 我觉得呢 大家就是 有个100块钱的购物津贴 打底就够了 然后剩下的呢 年货节当天 如果你不够 你再临时用积分兑换 就是没有必要兑换太多 用不完的这个 盖金券 浪费咱们的积分嘛 然后呢 第三点 要注意的就是 大家要注意一下发货时间 因为2月6号 大部分快递就停运了 然后顺丰呢 到2月9号 也就停运了 然后停运最晚的江泽户地区 到2月9号 快递也都停运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 它标志的时间 不一定你过年前 就可以收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天猫国际呢 他们是保证120个小时之内发货 72小时之内 可以查到物流信息 其实这个周期非常长了 大家我建议买任何东西 之前去咨询一下 然后呢 如果是大减 之前一定要咨询一下 有些退货呀 就是因为中间包含了 过年的时间嘛 7天物流退货 可能就受到影响 大家就好咨询一下 你会不会因为物流 或者过年放假 影响你的这个退货换货的 会影响你这种购物体验 然后呢 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很多地方 它指标偏远地区 但是没有详细写偏远地区 包括哪几个省份 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 写偏远地区的 一般是指 新疆内蒙西藏 甘肃青海宁夏 这六个省份 所以大家这六个地方的小伙伴们 就要注意了 看发不发货哦 然后还有这次年货节 跟之前都不一样的东西 是要解封神卡 这个神卡呢 是在年货节的首页 有一个地方点凝去可以领取 领取以后呢 你要去把这张卡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点开以后 你能得到钱 他说的是最多888 但是我自己试过几张 都是八毛八 所以就看一下 大家想不想去 得到这个钱 购物的红包津贴 然后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多往一些群里 发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好像得到 大金额的比较少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八毛八这样 那解读完规则呢 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分几个方面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功课 然后第一个类别呢 就是刚需 什么是刚需呢 就是不管淘宝打不打折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东西 他平时有时候 可能是能在实体店购买的 但是过年期间 大家都知道很多地方呢 他就会不开门 然后呢 我们就买不了 所以我建议刚需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提前囤好 不囤一下也不要紧 因为这个东西 你常常会用到嘛 首先需要四大类 就是米面粮油 然后这几大类呢 我给大家推荐 一个就是我自己最爱吃 我常年囤货一直回购的 米呢 是一个牌子叫武藏味道 旗舰店 我购买的他们家的大米 到时候我会把店名贴在这边 然后呢 面粉我吃过最好吃的 就是核桃平原的面粉 然后油呢 我自己最爱买的 就是山东产的 胡姬花的花生油 然后其他我认为 可能有需要会囤到的 刚需用品呢 有方便食品 就是方便面之类的东西 因为过年 大家感觉是走进去什么的 其实平时可能增添了很多繁忙 然后可能过年 就是一顿大餐 加一顿大餐 这个中间 也许你会有时候不想做饭 但是想吃一些方便食品 就是这时候就会帮到你 然后空心挂面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囤一点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些纸品 就是抽纸啊 这些东西 测纸什么的 如果过年用完了 就出去买 非常不方便 还有就是酒水饮料 奶制品 这些东西平时不一定是必须 但是过年 因为大家走进房友吧 就对这个东西的需求量 就会比较大 这就是刚需类的 第二大类呢 就是大家我不知道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要过年大扫除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过年大扫除 清洁类的东西 有些东西呢 需要清洁了 有些东西需要换新了 清洁的呢 你就需要一些洗涤剂 清洁液之类的 换新的呢 你就比如说像咱们的床上四肩套啊 沙发布啊 包括一些拖鞋啊 毛巾啊 枕头啊 枕筋啊 这些东西 好多时候大家选择在 农历新年的开始呢 用上一套新的 也是顺应咱们的习俗嘛 所以这些东西 家人可以趁 不妨趁年会节 把它囤好货 然后呢 我建议大家有几样东西 如果家里没有 可以囤一下 就是一个是 就是不是必须要有 如果你家里来的客人比较多 我觉得可以备一个鞋套机 之前呢 我们家就是准备脱鞋的 但是很多客人 他的鞋可能不太好穿脱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有各种各样不方便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鞋套机比较方便 大家咔咔一踩 也不让客人到你家来 就是捐屁股在门口换半天鞋 就是只需要两秒钟时间 两个鞋套就套好了 然后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鞋套机 还有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洗衣液呀 抹布啊 脱发呀 清洁液呀 这些东西大家有没有 还有就是我之前推荐的 太平鸟巢的扩销 我觉得放在家里 是有那种宜人的气息 让家里感觉特别的淡雅 然后反正我放在我家 闻到的大部分的人 他都会问我链接 然后回头去买 所以而且他的价性价比很高 这次年货节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他的活动 不一般他都有活动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呢 其他就是一些四件套啊 枕头啊 枕巾呀 拖鞋呀 毛巾呀 看看家里需不需要换新 然后还有呢 就是要给自己的家的宠物 他需要什么东西 也可以去看一看 我固定买宠物用品的一家呢 是叫一宠动宝企业店 很多小伙伴们问过我 他们家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这次有没有大规模的活动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 然后狗粮呢 因为我们家的狗 它是不吃狗粮的 都是我自己给它做的鲜粮 所以我就不存在购买的问题 然后狗粮我就没有什么 特别有心得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看一下 就是天猫精灵 天猫精灵呢 这次优惠券采取的是抽签的方式 然后黑白色的呢 一天只能抽一次 所以我是试抽了一次 没有中啊 大家如果想买天猫精灵 积极的去抽一下 然后他抽完券以后呢 黑白的最低到手价 大概是199块钱 红色的是299块钱 我觉得天猫精灵 花一二百二三百块钱 还是非常值得买来玩一玩 或者送给家里的长辈啊 你帮他们设定好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甚至爷爷奶奶甚至朋友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礼物 第三呢 就是关于礼物 年货节过年呢 大家总是想自己辛苦了一年 想送给自己一些好东西 或者呢 想犒劳一年 那一年时间内 在咱们背后呀 一直默默为咱们付出的家人 还有一些朋友 还有啊 就是情人节 也是在过年前后 这两天发生的 然后呢 因为情人节嘛 就是送礼物的高中期 那男孩子们就要准备一些 女孩子们喜欢的东西 所以这边呢 我就了解到了 比较多的化妆品品牌的信息 会给大家汇总一下 因为化妆品比较多 我就放在最后说 先给大家说 其他几个类别的 零食 就是好多小伙伴们 就是来问我的 但是我自己因为时间太仓促了 没有细致的去 一家一家的看 但是我自己家 我家一直常备的呢 就是胃龙 然后胃龙这次有活动 我看到我最爱吃的魔芋是23块9 然后两包 两大包 它可以叠加那个300减40的券 然后店铺还有券 大家可以去买一下 或者去看一看 尝一尝 然后 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 我觉得家里应该要备一点点心嘛 我就是比较推荐 道乡村的那个 我觉得又便宜又好吃 然后大人小孩也都觉得挺 都还挺对胃口的 他还有无糖的 就是有一些长辈呀 或者是说血糖比较高的 他有好的选择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过年 大家可以去囤一点巧克力 因为过年嘛 就是有一些糖果什么的 什么花生瓜子什么的 就是我就是 我觉得都可以在年货节的时候 如果需要可以去买一下 然后送礼呢 我觉得 我准备了几个类别 就是送给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地身份的人 送什么比较好 然后呢 我觉得送给长辈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视频的那个 就是茶叶包装 然后给他配上一两斤好茶 配上一个好的包装 然后我会把店铺名打在这边 我觉得给长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 就是给家里的父母啊 爷爷奶奶啊 可以买上一台空气净化器 因为现在呢 空气质量真的是挺不好的 就是我昨天才换完 我们家那个净化器的绿芯 用了 我比较懒 用了一年时间里面特别黑 而且吹出来都有股霉味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台净化器 就家里的两个导致用 然后我觉得呢 就是 现在卖的最火的 比较权威的是那个Blue Air嘛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用过那个 但是我觉得小米的就特别好 然后反正我给我的父母啊 公公婆婆啊 还有我自己家 我都买的是小米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价格也不高 然后还挺好看的 又可以连接APP 特别智能 然后我觉得可以看这个 还有就是送长辈 特别适合的 就是保暖内衣 我上次给大家推荐的 那个保暖内衣 我会把店铺名写在这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是我会把图片贴在这边 是漫步者的一个小音响 我不知道家里没有长辈 跳广场舞啊 或者是自己喜欢听一些歌 漫步者那个小音响 不到200块钱 它音质特别好 然后外观也还挺好看的 然后他里面买的话 还送一张八季还十六季的卡 就是里面什么歌都有 那个老歌呀 革命歌曲 儿歌故事 什么打太极的 什么英语 什么什么医学常识 异经佛经 什么都有 他都帮你考好了 也算是 给父母一些陪伴吧 然后我是给我妈妈买了一个 他爱听一些草原歌曲 然后他买完以后 就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我就自己也买了一个 就放在家里 当念佛基勇 我觉得还挺好的 有时候听一些佛经呀 或者是古琴曲 我觉得挺静心的 我为什么强推漫步者这一款呢 不是没有比他好的 是他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就是大家买音响 一般都特别爱去买 Bose或者那个Marshall 就这些品牌的 就我自己家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Bose音响 效果确实是很好 但是你要问我性价比高不高呢 我觉得不高 然后我没有想到200块钱不到 买到了一个漫步者小音响 效果能这么好 音质能这么好 所以呢 然后我自己又购买了漫步者的耳机 我又购买了一个漫步者的电脑音响 我觉得用下来都是性价比奇高无比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漫步者这个品牌 它好像销量是全球第一 是要比Bose的销量还要高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 就是音响啊 这方面没有极高的要求 Bose已经能达 那个漫步者已经能达到Bose的 我觉得90%的样子了 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只有Bose的 七八分之一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不到200块钱的小音响 它有稍微贵一点三四百的那种 还可以蓝牙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漫步者的期间店看一看 然后呢 如果送给学生的话 我觉得因为现在小孩都不缺衣服玩具都不缺 我觉得可以送一个 那个牌子是叫灵美吗 我觉得那个牌子的钢笔挺好的 外形又可爱 然后也各种价位都有 然后大家周围可能也有这种代购卖这个钢笔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推荐 然后呢 送给朋友我就觉得有很多那种 如果你真的好朋友 你肯定知道他喜欢什么嘛 然后如果就是不知道摸不准的话 我觉得送一个那种 成高和手霜的小套装 肯定没有错 因为女孩子都能用得着的 或者是用一个那种 小一点包包里面放的那种卡包 送他一个卡包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如果送 或者送给朋友 我觉得可以送一个那个唱吧 或者可以个达人的话筒 因为现在大家都挺爱唱歌的 那个话筒就二三百块钱 然后就是能带给你特别多的欢乐 露出来有一种彭音员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因为之前大家总是我说话声音小 其实我自己就有配这样一个话筒 这样的小小的 然后买完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特别满意 然后虽然我不是唱歌用 但我觉得还挺值得 然后如果是送给女朋友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些小的珠宝首饰 或者是一个唇膏的礼盒 就送给女孩子 如果她化妆送给她口红 肯定不会错的 然后或者是一个彩妆 她喜欢的品牌的彩妆礼盒 就是我在谁能想到的 就是这些 但是这些礼物嘛 都是其次的 我觉得不管跟家人 还是跟朋友 还是恋人一起 最主要的就是陪伴嘛 然后你对她多用心 你多陪伴她 其实礼物什么的也就无所谓了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 就是比收到什么礼物之类的 我觉得要重要的多 然后那我就给大家细致的来讲一讲 我做的这些个化妆品品牌的 还有护肤品品牌的功率 首先我先说一些品牌 就是我觉得他们属于诚意 比较小的品牌 我觉得这些品牌 就是我不是那么推荐购买 就是她的活动力度 并没有因为这个年货节 活动力度很大 赠品也没有很多 价格也没有找代购合适 然后就是给了我给你应付的感觉 或者说是她有活动 但是她的活动力度明显 地域上市亿很多 就是这种 我就不会给大家推荐了 然后呢 或者说如果你想囤货 如果不是正好用完 一定要买的话 如果囤货的话 我觉得在年货节这个时候 囤这个不是一个好时机 然后我就给大家说一些比较超值的 不值的我就不说了 首先啊 第一个是兰扣 兰扣呢 它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出彩的 有这样几个东西 一个是五支口红 1080块钱 它是搭配的防俊台推荐的五支 比较特 比较火的色号的口红 然后呢 装一个礼盒 我觉得送 如果你想送给女朋友的话 这个应该不会错 然后呢 这是她出彩的地方 算下来 一支平均下来216 我觉得还不错价格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这个 小黑瓶的特别包装版 就是大红瓶 还有有一些特别包装版 但是不管它是粉水 还是小黑瓶 大家可以去看看斯富兰 斯富兰现在兰扣也在做活动 力度是跟双11时候 蓝扣旗舰店差不多的 我觉得 如果你最近想买蓝扣的话 我觉得去斯富兰买 比赛淘宝买 价格要核算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铅币 铅币我觉得价格上 比较值得购买的 就是那个小厨局的腮红 它是买两个的话 送一个小方口红 如果你知道有需要的 我觉得还可以 小厨局腮红口碑 一直特别的好嘛 第三个就是雅诗兰带 雅诗兰带这个品牌呢 就是首先它的double wear 气垫又有活动 如果你补货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但是你要囤货的话 它的价格其实 一个气垫和一个心是520 但它双11的时候 这个东西只有420 然后呢 值得一提的是 它有一个狗年限量版蜜粉饼 价格是1980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热爱彩妆 收藏的人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呢 值得一提的是 它有一个买任意单品 送原生液15毫升 和浸水粉底液5毫升的活动 它这个活动呢 白金系列不参加 体验装不参加 我觉得想得到这两个赠品 买什么东西最超值呢 是雅士兰黛的那个恋爱唇膏 它首先啊 国内专柜价是230 你早代购的话 可能也就是167 加上这两个赠品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雅士兰黛还有一个活动 就是如果你要在这个时候 就是正好用完了补货 或者囤货这个小宗品的话呢 你可以去买一下 它现在可以买一个110块钱 买一个7毫升的小宗品 它会送给你一个110块钱的券 然后呢 你回头这个券 可以买大的小宗品的时候 抵用 但是就相当于一样的钱 都送给你一个7毫升的小宗品 然后呢 嗯 包币不让其他活动 我觉得力度没有很大 就是有一个 他任意单品送你一个125块钱的福袋 福袋里有什么呢 不太清楚 他就说是一到两件甜装 我就推荐买一些单价低一点的东西 然后教育师呢 他的活动力度跟双十二是一样的 有一些套装呢 价格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呢 下面一个就是玉兰油 玉兰油呢 这次活动力度 它是远远不如双十一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囤货的话 肯定不是一个好时机 唯一值得一提的呢 就如果你是玉兰油的会员 可以用十积分加19块9 去换一个套装 它是两片那个红色的面膜 和一个15毫升的面霜 和反对你一个10块钱的券 加包邮 我觉得这个挺值得购买的 因为你那个红色的面膜 单买的话好像是 6片就要100多吧 反正我自己是买了这一个 而且玉兰油加的面膜还蛮贴合的 特别有弹力 然后还有呢 香味稍微还可以 就是它加白色的那个小白皮面膜 这次是169块钱 买一盒送一盒 就是10片 这个它不是它的最低价 我之前有买过 核算下来12 3块钱一片的 它这个面膜是好用的 但是这次面膜 双11或者双12都没有很好的价格 它相对下来 这次年货节的价格还不错 接下来呢 是这个宝拉甄选 宝拉甄选这次活动力度比较大的 就是两个 一个是水洋酸 前一天明有个特别的价格 算下来跟双11差不多 第二个呢 就是11 1月15号到1月23号 早上10点呢 可以去抢100张30块钱的 无门卡带进券 所以如果你抢到这个券 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到了欧书丹 欧书丹呢 我觉得它整体力度 是明显小于双11的 但是呢 它这次有两个活动 就是如果你平时在他们家 购买的很多东西 它这次积分是直接可以换钱的 好像是几千积分 换一二三百块钱这样子 如果你有积分 就可以换点东西来用用嘛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护手霜 加润成膏 加一个球 我觉得加起来挺适合 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别人的 挺好看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下面一个牌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Jill Stewart 他呢 和世华洛士奇合作的一个套装 我觉得这个套装特别超值 它是580块钱 里面有一个 它的九宫格腮红 限量版的19号 和一个8号唇膏 和一个1号唇蜜 和一个20号眼影洞 还送三个小样 它那个小样也是比较有诚意的 有什么想象水 有睫毛膏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我忘记了 这个还可以叠加500-50的券 好像还能叠加平台的券 所以我觉得 这个套装 如果你喜欢那种 日系粉嘟嘟的妆容的话 我觉得价格是很值得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特别超值的套装呢 来自Benefit 贝林飞呢 这次其他东西价格一般 我就比较推荐两个东西 一个是送礼用 可以买它那个纯布套盒 265块钱 4个小口红 然后颜色还OK 如果你满多少钱 还有一些卷可以用 我觉得还挺值得的 然后还有一个套装 我要特别推荐 是530块钱的套装 里面有它那个 防麻瓜眉笔 就是养子代言的那款 然后和一个反恐精英的 那个装钱乳 22块钱 不是22毫升 这两个都是它的口碑产品 然后买这两个价格 加起来就是530 它送的正品 是有一整个眉布套盒 虽然日期大概就是 还有八九个月 就到期那样子 但是我觉得八九个月 到期好像还好 一整个眉布套盒 它那个套盒 单卖好像叫三四百的样子 里面又有一些眉笔 什么是眉眉高 还是眉毛定型 一些什么primer什么的 然后还加送一个 价值285块钱的 翘唇甜颊套装 大概就是有甲彩液 还有润唇膏 我觉得这530块钱套装 好像还能叠加券 我觉得特别值得购买 然后呢 就是Mac Mac呢 这次其他东西活动 一般唯一值得提的是两个 一个是它这个 中国新年的限量 它官方吉线店上了 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那个口红还有 是170块钱一根 就跟平常价一样 是新的这几个颜色 和限量包装 但我第二次看的时候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抢光了 但是那个桃子系列的眼影还在 然后它上了新品 纯步磨砂 还有就是它有一个 1990块钱 11个Mac家的经典口红 如果你是男朋友 想送给女朋友 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的话 如果他化妆的话 我觉得这个超棒 然后呢 欧莱雅 这次活动力的说实话很一般 然后呢 其实Mac和欧莱雅 上次双十一买完 都给我有一点不太好的购物体验 是这样的 双十一我不是做了购物分享 所有东西收到以后 我总结了一下 跟当时他们说的 就是钱多少送什么 钱多少送什么 有出入的几家 我都去联系他这个客服了 然后其中呢 就是我发的视频里头有宝宝告诉我 他OTV跟我一样的东西 送了小样 然后但是我都没有嘛 我就去问客服了 然后客服就是二话不说 就说 实在不好意思 你可以选择 现在我们立刻 把小样给你发过去 虽然就是几片小样 然后也可以选择 下次你来购买的时候 你跟我们说一声 这些小样加倍送给你 我就一下感觉特别温暖 然后呢 但是我同样的问题 问了欧莱雅和 Mac 就是欧莱雅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回复过我 然后Mac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当时买那个分别 但是他赠品就是不知不觉的换成了那个卸妆油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说你看 我当时买的时候赠品的卸妆油 我说你看能不能 就是我自己承担往返的运费 能不能我把卸妆油寄给你 你还是给我一个这个 冰庄喷雾 咱们这样换一下呢 然后他呢 好像就完全没有看我说什么 他就说不好意思 你买的东西没有赠品 我们也不可能多赠给你赠品 就是反正 这个体验不是很好 我自己是有一点失望 但是说实话 买到的粉底液是非常好用的 性价比也非常高 麦克家的东西一直很好用 就是咱们好的就是好的 因为我觉得不完美的就是不完美的 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 我的自己的一个经历 然后欧达雅家呢 我觉得这次唯一比较值得购买的 就是他那个幼光唇膏 前一分钟半价59块5 然后呢 还有就是那个AA Skincare 这个牌子就是A网的玫瑰水 他这次价格虽然没有双十一买的划算 但是有一个活动还行 就是前15分钟第二件半价 他就第一件是119第二件半价 算下就是180两个这样子 我觉得算下91瓶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吧 这个AA网的玫瑰水 好多小伙伴问我怎么用 我自己是两种用法 第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把它放冰箱 然后敷水膜特别特别的舒服 第二种就是 我老公他胳膊上有那个鸡皮肤 然后我就想 据说用那个敷胳膊 就效果挺好的 然后我就给他敷了 确实有去鸡皮肤的作用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肯定是有用的 然后呢 有一个品牌 我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就是Hourglass 我之前说实话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东西 他们家这次年货节呢 活动力度也相当可以 就是那个大理石盘 就是去年的限量 16年的限量 到时候就是好像四五百块钱的样子 还有他新款的眼影盘 到时候才200多 价格真的很诱惑 但是呢 我自己想了一下 我可能就是不太愿意购买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一两年出了很多多次的化妆品品牌 他们有不少品牌的东西呢 我之前都买过 我自己是分为两派的 一派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 你像有一些支持一些行为的这几个品牌 就是Mac Jacobs呀 就是那个 然后那个 安astasia呀 这种我就是强烈的不能接受 然后你像Outclass和Tart呢 我觉得如果 他们有一天十分有诚意的道歉 或者是 就真的真心的感受到道歉 我也许有可能可以接受 所以就我就说我个人看法 大家无所谓 反正我现阶段 如果就保持现状的话 他们东西我都不会购买 而且那几个就是支持一些不太好的行为的 那个我会强烈反对 我就就可能周围人买 我就会动 这样 这就是我今年为什么资本来的很多礼盒没有买 因为我觉得 虽然这个钱是买斯福兰的礼盒 但是变相就给这些品牌挣到了钱 而且这个礼盒里头这些品牌今年还特别多 所以其实我往年斯福兰成高礼盒什么都会买 但我今年就特别没有买 我就觉得不图那几个成高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你让他们赚到钱就肯定不行 是吧 然后呢 所以Outglass这次这个不太好的行为 大家自己考虑吧 反正我自己是原本挺喜欢的 我这次就不太考虑了 然后呢 下面就是Paul and Joe 他是活动力度于略逊于双十一 双十一的时候 他那个王牌的堂次隔离是买一个三十的送三个十毫升的 这次就是买一个三十的送两个十毫升的 如果你正好需要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 如果就硬性囤货的话 没有必要 然后呢 到了亚顿这个品牌 亚顿呢 已经开始预定了 多数这些产品的力度都是小于双十一的 但是唯一值得提的是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它各自限量一百份 一个是他这个99块钱的付带 一个是他这个159块钱的付带 他没有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对付带迷之着迷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样的话 可以去抢一下他这个付带试试 然后呢 Marty Trump 不好意思 每次都要重来 Marty Trump这个品牌呢 我觉得活动力度是小于双十一的 如果你要补货 现在补还是那句话 如果要囤货 没必要 然后接下来呢 OTV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几乎75毫升的喷雾 五个三百块钱 我觉得这个值得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适合送礼 的就是他这个75毫升的手霜 两只 4.5克的陈膏 两只 据说两个都比较 口碑比较好 然后一个身体油15毫升 然后身体乳30毫升的两只 加来一起是320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然后就是如果像朋友 直接送一点小礼物 我觉得比较适合 还有88块钱一套的那个 30毫升的手霜 和一个润唇膏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 特别实用又好用 又比较经济实惠 如果想体验一下 他们家这两个王牌产品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值得购买 然后美宝莲呢 这次的活动 我觉得那个眼唇卸妆液还可以 108块钱 相当于三个大品的吧 就是他那个毫升数 相当于三个大品的 然后呢 嗯 还有值得推荐就是那个 这个东西 美宝莲的橡皮擦 这次是69块钱 然后你如果零点抢的话 前6500个 送一个正装眼线笔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呢 嗯 他make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有一个香奈儿268的 那个评价替代色 这次搞下一个活动是84 但是我不知道需不需要抢 或者是怎么样 嗯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眼影感兴趣 然后路华龙呢 嗯 这次的活动 我感觉比较适合 多买一些东西 或者是和别人拼单 这样算来比较划算 因为他家有个买199-50的券儿 这个券儿算是限量的 但是不难抢 挺好抢的 又可以叠加平台300-40的 就买的多的话 算在你一个口红到手价 可能也就三四十 但是如果买的少的话 嗯 就不推荐 然后呢 就是这四个药装品牌 是威姿 李富全 雅样和一全 这四个品牌呢 他们的王牌产品都是喷雾 我就对比了这四个品牌的价格 差不多都是180块钱左右 一个300毫升的喷雾 送一个大概200毫升的左右 300毫升的 买300毫升的喷雾 送150毫升的喷雾 和50毫升的洗面奶 是180块钱 雅样呢 是买300毫升喷雾 送200毫升喷雾 和三个纸膜 是186块钱 一全呢 是300毫升喷雾 送200毫升喷雾 是178块钱 所以你们就 价格我觉得没有什么出路 就看你们自己 对哪个品牌更有好感 然后如果你不想买那么多喷雾 但是又想用喷雾的话 雅样有一个 三个50毫升的小喷雾 98块钱 然后RT家呢 我觉得这次如果你正好需要 也可以买 它的力度跟双12是一样的 略逊于双11 就整体还算不错 然后呢 有一个我要强推的品牌 就是这个First Aid Beauty 这个东西呢 我已经空屏了两个了 其实我已经拍出来 一集空屏机 本来打算这个星期给大家放的 但是因为临时赶拍这个嘛 那个空屏机就会推迟 里面我就很推荐 这个里面的 它这个急救面霜 特别特别好用 然后呢 它这次是天包有期间店了 但是价格呢 还不错吧 不算贵 如果不是我手里洗面奶太多了 我可能会想去尝试一下 它家的那个洗面奶 嗯 喝口水 好渴 好干 大家猜我喝的是什么 橙汁 感觉整个喉咙这一集都拔紧 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奥伦纳素 奥伦纳素呢 双11的时候活动力度很大的 这次我觉得唯一值得推荐的 就是它那个四组冰板 面膜是390 可以用平台 就耳算来就是350 我觉得还行 然后呢 就是到了 嗯 几个日本药妆的化妆品品牌 也不是不一定是化妆品牌 第一个就是小林制药 小林制药我比较推荐是他家那个消臭源 香芬的那个白桃香味的 这次好像是50多两个 我觉得放厕所的话 它比太平鸟潮好 但是放其他房间的话 我更推荐太平鸟潮的 然后嗯 白元的口罩 嗯 力度不如双十一 然后松本青家的一切东西都是有优惠的 如果你需要 嗯 补货 是合适的 但是如果你需要囤 囤货的话 我觉得不合适 还有那个 Lohako 这个叫乐活咖 这个旗舰店呢 它其他东西价格都一般 唯一就是有这个 嗯 尤尼加的普通版的化妆棉 是58块钱 6盒82PR的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客人的力度也不太大 雪鸡精呢 就是一如既往的赠品大天下 然后另外给大家单提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母鸡 就是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的化妆品什么的 都价格力度一般 北独就是它衣服 有一个说是福袋活动 其实里面衣服你可以自己选 就是任选三件七折 都是一些比较基本款的衣服 如果对这种风格和母鸡的东西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 是代科官网现在有一个活动 嗯 就是它那个紫苏水和牛油果乳液 嗯 150毫升的紫苏水两瓶 然后牛油果乳液两瓶 然后送你两瓶15毫升的 它那个小紫瓶的精华 这样整个一套东西下来是1200 我觉得和人拼单 或者你自己喜欢代科要囤货的话 都可以去它的官网看看 超级值的 那这期的内容 我就已经尽力的只能给大家做到这 我下来会加点时间把它剪辑出来 尽量在24号之前呢 让大家看到 然后呢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现在就要去吃饭啦 那就我们